这条视频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最后的结果 那你今天像50度的二锅头 竟然是饮料 太出乎意料了 气氛和口味都是很浓的白酒味 还原度很高 说是白酒的心 现在连打盒都是白酒味 喝了它还能开车吗 这个二锅头我看着就绝了 不是 这个小姐姐我看着就绝了解 也不是 视频通款二锅头味的七水买回来了 29块8 4瓶 合计7块多一瓶 这玩意比二锅头还贵啊 我先跟官方说一下啊 我准备了酒精检测仪 一会儿呢我要喝它 他说它里面是没有酒精的 但是呢它有二锅头的味道 如果一会儿我出车有问题 劳烦官方也查这个产品 它这个配料表很简单 就一种普通基础的配料表 没有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 我真的是一股白酒的味儿 都臭鼻子 你说这玩意里面不含酒精 怎么可能呢 它是怎么调配出来的呢 而且居然还是零糖零脂的 我先浅尝一下它的味道 然后我们继续再吃一下 这个酒精检测仪 我紧张 这不就是白酒吗 入口油 你先吼 它除了不像普通的白酒那样 这一趟是辣的热的 但它入口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到头头的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一丝丝的甜味 好神奇啊 你吃完了 你吃完了可以 哎呀 没吹完 我紧急着又吹了两次 数值一次比一次低 既然三次是这种数据 我也有点懵 反正开车的朋友 我劝你还是慎重一点 先说明天